在政府大力救市下,市场情绪渐减,为及楼市气氛持续好转。现时有不少看楼客开始出动看楼及买楼,其可未得低价榫盘。虽然市场以减价成交为主,但也偶已出现零升高价成交个案。似乎有小部分买家又从现时买更贵心态。 综合美联分行资料,统计4月20日至4月26日的一周。全港35个大型屋苑合共6106宗成交。较前一周的94宗升近13%。 从上与百中水平,年升三周,并创约半年新高。反映二手交投证漸漸回暖。有部分买家期望楼价在本季,或者是下半年急跌后才出手挠货。 但语义算盘未必可打响。佳因虽然楼价仍处于阴阴跌阶段,但以情回稳势头。美联楼价指数连跌九周后已渐渐存定。 最新报159.91点。按周微升0.03%。因应近期楼价持续下跌。 近月二手交投不伐匹价成交个案。但赏心一层。在经济不景下。有个别业主或需急于买货套现实在所难免的。 随着这类盘源陆续被市场吸纳。市场匹价求售单位越来越少。剩下来的业主持货力只会更强。买家密得低价顺盘的机会只会越来越低。 由美联信心指数,MCI,最新指数报49.1点可见。较前一周的47点升4.5%。 指数连升两周。反映业主信心逐步回升。以价空间渐趋收窄。 依近期走势来看。楼价未来最多指示缓缓回调。并未有大跌之余。 故此,若有业主肯提供约5%至10%的减幅。 买家应考虑把握机会及早买入深水单位。 一手方面,据美联物业房地产数据及研究中心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资料显示。 4月首27日新盘售出预620伙。 估计将连续三个月低于1000伙。 是自2016年3月后首见。 但值得留意的是,4月份市场缺乏大型全新盘。 这数字是单靠销售新盘货尾速成。 因此表现算是相当不足。 其实近期各区新盘已速势待发。 相信发展商业会加快推盘步伐。 令下月新盘市场百花齐放。 预料届时即传达三个月的购买力将明显释放。 进一步推高楼市交投。 有望刺激5月一手成交量爆升。 甚至回弹至约1500宗水平。 感谢观看。